好 剛才說要問各位 選項答案怎麼送出來 摩擦力的時間 這是幾個分秒 答案你有了T之後 就可以算出A 有了這個算是A 有了P就可以算出A OK 就是上一張的東西 這都是上一張的東西 好 請問你 都多少 時間多少 按照題目的要求 按照題目的要求 他有告訴你 他滑了4公尺 那個面積是4公尺 4公尺 請問你他要踢多少 來 帥哥沒你 停車站接問 他要踢無法追 來 可愛的 21號 起來 我說我要再問你啊 起來 踢無法追 你又對著我方來答應 真的從奧地華都一天幫我被我罵 就是死不悔改 喜歡被我罵 喜歡被我罵 謝謝你啊 感謝你啊 請坐 還有一題 讓我先去問你 因為有了T之後 要算A就很簡單啊 對呀 跟你講嘛 我教你的時候就畫VT圖嘛 只做兩件事嘛 直線球加速度 面積球 位移嘛 面積有啦 位移有告訴我啦 就是這三角形 底層一高除以二啊 這樣你不會做喔 面積是位移啊 面積是四啊 題目縮到 位移是四公尺啊 然後呢 底層一高除以二 這個很難嗎 超級難 是啊 這樣你公司不會背喔 然後這樣子審法就不會沉 不會除喔 所以就兩秒嘛 好啦 那兩件事嘛 一件叫做 直線球加速度 一件是面積球 位移嘛 那已經處理掉面積球位移 是那個什麼東西 直線球加速度嘛 來 可愛的 二十一號 繼續 起來 不可愛的 二十一號 換言 他說叫可愛的 所以打不出來 叫不可愛的 來來來 負二 二啊 負二 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搞負號 他爽啊 因為他不可愛 他以為在這邊變二了 你坐 這裡的正跟負都是什麼意思啊 方向 這裡不要加負 為什麼不要加負 欸 我很大小啊 大人哪有負啊 啊 啊跟你講了嘛 直線球加速度嘛 面積球位移嘛 直線要兩個點嘛 有兩個點就有兩個T兩個V嘛 就Delta T Delta V嘛 加速公式 加速公式 G10開始速度1 G10結束速度2 G10開始0秒速度4 G102秒速度0 答案算叫負二嘛 啊負不要寫嘛 為什麼不要寫 他問我 大小嘛 就不要寫嘛 就是回到我們這兩題其實都是回到你前面那一章學的事情嘛 給你VT圖嘛 直線球加速度 面積球位移嘛 你要帶公式座位不反對嘛 有一個坐在那對 這樣子有問題了嗎 停車戰艦問 有任何問題嗎 沒有 好 下一題 8公尺出速然後滑16公尺 他變成告訴你10牛頓問質量 這跟前面的做法完全一樣 只是位置數不一樣而已嘛 前面可能要你求受力啊 要你求什麼 現在要求你求質量嘛 還是F等於 MA嘛 你就知道A啊 那怎麼求A 出速8嘛 滑16公尺嘛 還是一樣跟前面一樣 找到時間嘛 然後有時間都去求加速度嘛 跟他一樣嘛 那所以停車戰艦問是多少呢 來 應該要換可愛小女生是嗎 可愛小女生 舞哦 來 可愛小女生有沒有 有 6號 6號 6 啊 自由生大人 會 自由生大人 對不對 B 請坐 你答案選擇是B 好啦 跟前面一樣嘛 然後最後的問題想起 有公式可以求質量嗎 他有啊 F等於 MA啊 那表示 有力啦 可是要求M啊 還需要知道A啊 那A怎麼辦 他就回到了前面呢 我們找個VT圖嘛 VT圖叫做 畫個VT圖嘛 2秒鐘 T秒停下來嘛 面積球位移嘛 直線球加速度嘛 本來 本來是要直線球加速 那就需要知道T啊 那沒有T啊 就回到那個面積球位移啊 那面積16嘛 就再做一次啊 三角形面積底層高 數以2啊 然後呢 就很算出來呢 叫做4秒鐘啊 然後就可以帶進去那個 直線球加速度啊 DeltaT DeltaV啊 然後就認真算出來 A叫做負二啊 負代表方向啊 那就好了 就F等於MA啊 我把它大概算出來嘛 那我為什麼沒有帶那個負 那負直方向而已對不對 我只要大小就好啦 這個算是5公斤嘛 5公斤 就可以解決掉了 這樣可以嗎 簡單嗎 不難對不對 超easy的是嗎 很好 學科大練習